我们做人要学会包容、宽容、体谅、理解他人 不要经常指责别人 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 一个手指头指向别人 还有四个手指头是指向你们自己呀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要懂得 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也是在伤害自己呀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任何事情没有圆满的 我们要学会接受他人的不完美 包容他人的不足之处 以菩萨的慈悲心境度他们 每个人都有缺点 每个人都有优点 多看别人的优点 少记别人的缺点 用师父的话来说 我们学佛人要宽以待人 言以律己 对待别人要多慈悲 多包容 多理解 多体谅 对待自己要经常 观身修身 观心修心 等到哪天你真正开悟了 你用得着跟别人讲 我已经开悟了 我已经修到菩萨的境界了 你真正开悟了 修到菩萨的境界 你不用讲 别人一看 你这个人与众不同 不简单呀 所以师父看到 有些人越是修得好 他的话就越少 喜欢呱呱呱的 喜欢在师父面前表现 表面上做得再好 实际上没有修心 师父照样不喜欢 师父喜欢听话的孩子 不喜欢投机耍滑的人 你们是菩萨的好孩子 要懂得老老实实 修心修行 脚踏实地 学习佛法 师父希望你们大家 明白一个道理 天不言自高 地不语自广 人不言自贵 花不言自乡 你们哪个弟子修得好 哪个弟子修得不好 师父会不知道的 想想看 哪个父母不了解 自己的孩子呀 记住师父一句话 福王者福来 爱出者爱反 付出慈悲心 得到众生缘 你们付出什么 你们就会得到什么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当你喜欢去指责他人的时候 你得到的将会是诸多的恶缘 我们在人间不要跟人结怨 要用佛心 要用佛心慈悲习舍度有缘 学习大海 容纳百川 学习宇宙 心包太虚 学习菩萨 慈悲伟大 学习佛法 了物苦空 众园和合世界太平 Then 自己哦 教习吉真的 美国太虎 人�队 未经许 心orter